比特币又破线交了 大家应该要庆祝一下前两天 share的比特币线交 这个是昨天share的 8万1比特币创线交 然后今天比特币 8万9千 未卖入的朋友 现在还开不开卖入呢 你就要留意我今天这个视频 首先我们看一看 比特币的ETF 流入的资金 你看这几天 由11月6日开始 621个Million流入 接着1.36个Billion 290几个Million 11日就是昨天 348个Million 你可以看到 这个比特币这几天 哇 升势直透 根本没有机会给你卖入 你想卖入也难 其实我也想加仓 让它回调 但是它这样的升势 我们是很难运位的 但是还开不开卖入呢 我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圈到底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黄金 2004年的时候 就开启了它的ETF 开启了ETF之后 你看它那时候 是336元 然后一开启了之后 你看它一直来升到 今时今日的升势 是很多很多倍 但是 黄金 是可以每年都可以 挖到有无限的供应 但是比特币呢 只有2100万个比特币 所以这个供应 是有限的 限制的 所以你说 将来比特币呢 供应又有限 限制的 比特币 现在呢 是2024年 就是今年开始 launch的ETF 所以它将会有 20年的升势一样 20年的升势 再加上现在是九云 召冤 召冤就是和冤 和冤的意思呢 就是那些虚拟的东西 虚拟货币 这些资产 将会超越 好像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是属土 如果你是 长期投资的话 8万元 你明年回头 你觉得现在 是非常之便宜 8万元 当然 我们是用DCA 分批地卖入 我们转起一小时的图 看看什么时候 拉到8万9 再破新高 就是这里的量 哇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量 夸张到 就这里开始了 一拉 现在有没有 下跌的迹象呢 有没有下跌的迹象呢 暂时我看不到 还是非常之强势 接着我们可以看看 ETH 有没有资金流入 一直 不断地流入 前几个视频都有说 第二个会破新高的 就是ETH 你看到很明显 他们的资金 是一样的 一直流入 再看看 套 是否这支 羊竹 破新高 再看看一小时套 就是这里 拉高 这波拉高 就是这个量 已经有货的朋友 我就觉得 比特币 现在8万8千多 当然 让我选择的话 我就会 进入ETH 因为 始终ETH 还未破新高 所以 它的 相比比特币 会不错 相比比特币 因为 比特币始终 已经充了一段时间了 如果可以回调的话 ETH 或者比特币有回调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考虑进入ETH ADL 也可以考虑 如果有回调多少 甚至EDAIDA 我也未看到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回调 你看它现在仍是横行 我前一个视频 也有做一个技术分析 关于EDAIDA和ETH 其实它们还未开始回调 它们只不过横行 横行 即是还未有方向 很简单 我会下一个视频 再分析ETH 和EDAIDA 比特币看比较长 的话 现在8万元 算是很便宜 如果明年看回头 明年可能是15万 20万 我们不知道 所以 如果你买入了 它真的回调的话 其实是给你机会 操更加多货 入更加多货 因为刚才那几个数据 就证明给你看 现在 你说Bitcoin 是否到顶了 然之上早 你可以真的 看一看这个图 还有看前一个视频 我有解释 Bitcoin的资产 现在是1点多个 最近的话 我们再看一看 这几天有没有升 其实它的市场 又重新 破新高 它的市场 所以我就说 如果黄金 有少少资金 流入Bitcoin的话 甚至乎Bitcoin 将来有机会 超越黄金的话 它就不止这百万元 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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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都是有可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